在日本竟然捡了一个金枪鱼的鱼头 事情是这样的 我去日本赫格山的海鲜市场 看金枪鱼的解体表演 这么一大堆日本人好像有色孔 这么好的鱼头 为什么不要呢 金枪鱼有三大神器 第一 眼珠子 第二 脸上的肉 第三 看到没有 头肉 现在我们把眼睛取下来 眼睛周边的话 大家看上去很硬 其实眼睛周边是比较软 很有分量的两个大眼睛 然后咱们用开水给它继续腥味 开水下锅 放入葱段 还有姜片 再倒入酱油 慢火炖半个小时就OK了 脸上这块肉可谓是极品中的极品 我打算给它取下来做成steaky 脑袋上的肉也非常好取 从中间劈开 然后把头皮剥掉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取下两大块头肉 然后这样把肉一点一点地剔下来 因为这个筋会影响口感 再把肉剁一遍 最后撒上葱花 盖在米饭上 一份金香鱼肉泥盖饭就完成了 金香鱼的脸肉 我们用黄油和大蒜煎一下 一股香味 扑面 大家看金香鱼头三件套就完成了 这金香鱼的眼睛 胶原蛋白真的太丰富了 味道鲜香浓厚 这么新鲜的Nikito Lodong 在日本餐厅 怎么不得一碗要1000日元 用脸肉做的煎鱼排 也是非常好吃 其实这个金香鱼头是要花钱的 谁举手快就可以抢到 给30块就可以了 这样的日本金香鱼头家庭料理 大家学废了吗 酱油体验评分 下期视频领大家去看看 咱们中国大熊猫在日本过得怎么样